佛法不是著重到外界去改善 它並不是說不改善外界 只是它不著重 而是著重在內心 也不從這個色身去擬練 知道如外道的修精煉氣 求長生不老 所以佛法裡面沒有長生不老 永生不死這件事 只有不生不死 沒有長生不老 沒有長生不死 沒有永生不死 因為有生必永滅 你不能生了之後不滅 那是沒辦法的 那麼頂多可以延長 頂多可以延長 釋迦牟你無論如何要延長 可以 延長的大概他說一節 那麼一節 最少也有幾萬年 他是可以的 但是那個就好像道家一樣 道家他修到一個層次 他可以把這個色身延續比較久 他們叫做煩惱環統 延續比較久 還是可以 但是他還是要滅 像佛教裡面的阿羅阿 冰斗魯 婆羅洞 兩千多年了還在 但是他終有一天 他也只能 也多只能一節 或一節優惱 再多一點點 他就一定要入面 他也不能一直延續 就好像這個呂洞斌要把這個鐵變成黃金 他也有個年限 五百年之後 黃金又會變回錢 他沒有辦法一直延長 沒有辦法 因為色法的東西 他一定有聲音 那這個色身 他就是個色法 他不可能有聲無面 只要有聲就有面 那所以 但是你可以延緩 或是拉長一點 那是可以的 那道家不知道 或是外道不知道 他以為他可以無限制的一直延續下去 其實不行 沒有辦法 像天人的天色身 有些說幾萬年 幾十萬年 那色界天的都很長 色界天的是從一大節開始爽 無色界是從一萬節開始爽 那一萬節 一萬大節 兩萬大節 四萬大節 八萬大節 它是很長的 但是 即使是這樣 他還是會死 還是會死 號稱永生不死的上帝 也還會死 上帝才在出殘天而已 他的壽命還不是最長的 都是跟人類比 非常長 就好像臉的壽命 跟蚊子比 它很長 蚊子頂多活14天 再長再長 不會超過一個月 那有的一兩天就死了 那個服有一天的生命 一天的生命而已 一兩天的生命而已 那服有生個三百次 人才活一年 那生個三萬次 人活十年 所以跟服有比 人的壽命非常長 人的壽命跟天人比 跟玉界天的比 又非常短 就好像一天就生死了 如果再跟無色界天的比 又非常短 但是不管多長 最長的是地獄 無心地獄 可能一八萬大都兩長 但是他也會死 就是他會離開地獄 他還是會離開地獄 沒有永生的地獄 沒有永生的天堂 沒有 比較長而已 所以你去練那個 練那個長生不老 練那個語化登仙 那這一些 練那個身體都沒有用 你練那個身體都沒有用 所以他不過是眾生的顛倒妄想 雖然苦暴是業力所感的 但問題卻是煩惱 那麼有的煩惱就會發業論生 發業就是什麼 會造業 煩惱就會造業 那麼煩惱本身就是業 運業 但是會推動生口去造業 所以有叫做生口異業 可是煩惱本身也是業 因為起煩惱就是造業 起承認心 去打人 去罵人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造生口異業 那麼有業 業會成熟 成熟就會受苦爆 就有生 業不是都會成熟 有些業 有些業不成熟 你不要繼續造 它就不會成熟 潤身就好像一棵樹 你一直澆水 一直消水 給它養分 它就會一直長 一直長 那麼你從此之後不給它澆水 不給它養分 慢慢慢慢 裡面它都哭乾死掉 其實是這樣的 那所以我們過去都造了非常多的業 我們都有六道的業 但是如果你從今開始 不造三二道的業 你過去三二道的業還沒成熟 你不會成熟 你從此不會成熟 就不會再造三二道的業 就不會剁三二道 雖然你過去有三二道的業 但是因為你從今以後不造三二道的業 所以過去三二道的業不會成熟 不會成熟你就不會收爆 不會 所以為什麼正出國的人可以不造三二道 正出國的只有冷天冷天 冷跟天冷跟天而來 那以前叫五道 沒有阿修羅 所以只有冷天 冷天七十五百 它不會造三二道 為什麼生到其樂世界不會造三二道 因為生到其樂世界會震不生法的 你從此以後不會造三二道的業 你在極樂世界為什麼沒有三二道 極樂世界沒有造三二道的因緣 沒有阿 那你當然不會造三二道 這個是因為你沒有造作這個業 讓你過去的業成熟 所以他就不會受苦爆 善業也這樣 惡業也這樣 我們過去沒有生天的業 但是如果你沒有造作 沒有繼續造作 那麼你也設不了天 一也不成熟 一也不成熟 所以我們重點就是 修行就是什麼 成熟善根 成熟我們的善根 那如果沒有善根的人 那就要種善根 所以釋迦摩尼果祿內盤不是有講嗎 他可以內盤了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善根已經成熟的都解脫了 可以度的都度完了 那還沒成熟的 已經種下成熟的善根 讓他成熟的以後會不度 沒有善根的也給他種下善根 所以 遠的都這樣 所以 就 他 留下來也 意義不大 因為 音教訓裡面就這麼說 所以我們的目的 像菩薩正無聲法的以後 就裝給佛祖成熟善根 成熟眾生的善根 那我們就是要怎麼 成熟自己的善根 那怎麼樣成熟自己的善根 很簡單 諸而莫作 眾善奉行 自盡其義 佛祖成熟 簡單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 你諸而莫作 你過去三惡月 三惡道 的善根 不會 三惡道的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月 夜更 惡月的惡根 不會成熟 那麼 你重上奉行 你重上奉行 你善根 會成熟 那自盡其義 就是你無貪 無稱 無痴 就是你人天的 這個善業 會成熟 你自盡其義 你三善根 無貪 無稱 無痴 會成熟 你就會解脫 就是解脫了善根 自盡其義 你就解脫了善根 那麼 眾善奉行 那麼你就是 這個人天的善根 你這個 你這個 諸奧目中 三惡道的這些 惡根 惡業 不會成熟 不過就是這樣 讓我們已經有的善業 能夠成熟 讓我們已經有的 解脫的這個善根 能夠成熟 讓我們過去 因為無知 因為無力 因為無難 而造作的這些惡業 不會成熟 你如果能夠這樣做 那麼你生生世世 你跟佛法的因緣生 生生世世會遇到佛法 那麼 政見會不斷增上 不斷增上 那麼你對因果的觀念 非常的確定 這個時候 你不容易到三惡道裡面 即使過去 我說我們造月 我們造月基本上 第一個是因為無知 不知道這樣做不對 第二個是一個無力 就是 雖然知道不對 可是 煩惱來了 隨著煩惱走 雖然知道罵人不好 可是氣起來 就忍耐不住 不罵心就很辛苦 所以就罵了 不打 不打就很難過 那麼 也知道不對 你不是不知道喔 你也知道不對 也知道不好 但是煩惱來了 就沒想那麼多了 然後就是 就有無力去對抗煩惱 還有一種就是被逼迫的 無奈的 就是 不想做 但是被逼迫 不得不做 那 這個都讓我們造業 可是不管什麼原因 都是你造的業 你都必須自己承受 不管你是無知人 你知道不對的 可是煩惱來了 你也沒辦法 或是你被逼迫的 跟你要一起去造業 或是當時的情況 不容得你不造業 那不管怎麼樣 這就是我們多生累結 造非常多的人 這些業 因為我們這一生 又造又造又造 都有善業有餓業 有肉業無肉業 無肉業 無肉業就要自信其密 不善根 無他無神無神 都要修寫魔法 有肉業裡面有善有餓 無肉業沒有餓 只有善 無肉業清淨業 那麼不管是有肉業無肉業 不管是善業惡業 如果我們不斷的造作 這些都會不斷的生存 所以你知道 然後送到三國的 為什麼他決定可以得解脫 那一生送到五不還天 就可以得解脫 他沒有玉界的業 他不會送到玉界 可是他那些業不斷成熟 他到那邊就解脫了 那出國的聖者 他還有有肉業 還有人天的這些善業 所以他人天人天龍來 他等到他無肉業成熟 他還給我 但是他在無肉業還沒成熟之前 他沒有有肉的餓 所以他決定不會弄成功 所以這裡來看 只要有煩惱 就會發業潤生 如斷的煩惱 腦即使有無量的業種 也就枯竿而無在啟用 就是他就沒有作用了 所以我們過去造什麼惡業 你不用太擔心 不是說他沒有作用 而是你要擔心的 不是你過去造了什麼惡業 而是你重新以後不能再造那種惡業 而且越重惡業他越快成熟 重業很容易成熟 但是假設他在成熟的時候 那麼你又起煩惱又造惡業 那又會有過未來的惡業 問題是如果他還沒成熟 那麼你要很謹慎 不要再造同樣的惡業 那如果他成熟了呢 那麼你要謹記 他在受爆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不要再造惡業 因為你還會起同樣的 同樣的心所造同樣的惡業 所以當你的心了解這個的時候 如果你業不成熟 那麼當然你就不受這個苦 你就不受這個苦 如果業要成熟 就好像楊潔魔龍 楊潔魔龍殺了很多人 這個業很重 那麼會現世爆 他馬上要受的 可是他去脫波的時候 所以說照理講阿羅漢人家會攻擊他 會攻擊他 可是他也是阿羅漢人家去脫波 人家拿石頭打他 打到全身流行 可是他知道了 所以他怎麼樣 他不會因為這樣起承認心 起煩惱 如果是他以前 這些人早就被他殺死了 但是他現在對他們 連承認心都不起 所以他叫做什麼 重罪輕受 叫做深受心不受 如果不是這樣 那這要多到第一去的 他還好正在阿羅漢人 從此不會起承認心 把承認心斷了 如果他再有承認心 那這次二月是很重的 他會相應 他會做三二道的 但是因為他正在阿羅漢人的時候 把一切的法感都斷掉了 一念的承認心都沒有 一念的承認心都沒有 所以這些一頁永遠不再成熟 那麼已經成熟的縣世受報 他也是身受心不受 身會苦 就打也是會苦啊 會痛啊 但是心不苦 其實這樣 那所以佛在教我們 我們在受報的時候 我們要記住 那麼盡量保持這個心平靜 那麼能夠做到身受心不受 那麼即使是苦受 他也會減輕 因為加重都是你的心越直取 越不甘願他越重 那麼就算他是重的苦 也因為你的心靈靜 他的苦也沒有那麼重 所以他這裡講 就算有無量的業種 而且是惡業 也都枯干不再起作用 善業也一樣 你有升天的業 但是你從此也不到那個有落業 所以他也不會升天 整天也要死啊 也要有苦啊 所以你無漏業成就了 你斷尖一切煩惱了 你都不再造有漏的業 漏就是煩惱 因為即使我們行善也是有漏的 夾雜煩惱的嘛 貪愛的嘛 即使這樣的 所以佛肯定的指出 那麼要滅除生死大鬼 應該要滅於禍 就是煩惱 應該要滅除煩惱 因為煩惱 一般是這樣 煩惱造業 造業 禍越苦 禍越苦 這個禍就是煩惱 禍是煩惱 禍 就起煩惱造業 起煩惱造業 這個業 基本上就是生三口四 殺到零忘 養殖二口 其餘忘乳 貪稱吃 所以這個是這個 基本上是這個 然後業成熟 他要成熟 什麼樣會成熟呢 相敘就會成熟 相敘造 相敘的心 相敘的造作 比如說殺業 殺業要有撐心 那你不斷殺 殺一隻兩隻三隻四隻 一隻殺一隻殺 他就越來越成熟 越來越決定 如果你只殺一次 你就不再殺了 那這個業 有可能瘦 有可能不瘦 那可能瘦就是他重業 如果你殺的是父母 那就是決定業 那個一定會瘦 那如果你殺的是蚊子 那就不一定 他還是有殺業 但是那個殺業比較輕 如果你殺的是聖人 出國二國的 阿羅漢也被殺 阿羅漢也被殺死 很多阿羅漢都是被殺死的 然後他也是重業 所以還要看 看這個業 那如果我 比如說我殺了 比如說 雙犬摩洛殺了那麼多人 號稱九百多個人 我們說九十幾個人就可以了 他這個業照理講也是重業 阿者四王 阿者四王 也殺父求母 照理講也是重業 但是後來懺悔不再照 懺悔就會讓他的業 沒有那麼快成熟 那不再照業 他就更不能成熟 如果你不懺悔 做了業之後 你沒有懺悔 那個業就很 變身就很快 而且你還繼續做 那個就更快成熟 所以你已經照過的業 有兩種 讓他不會增長 不容易成熟 一種就是經過懺悔 懺悔會讓你的業 他的視力沒有那麼快增長 然後就是因為那個心在照做 因為你那個心還持續的 他心相遜 那業相遜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成熟是因為相遜 那我們講這個煩惱 比如說起嗔恨心 起嗔恨心 然後殺生 起嘆愛心也會殺生 就是你覺得他如果好吃 把他殺來吃 那都會 比如說起嗔 都起嗔 魚吃也會 你殺他來替神 這個是魚吃 你貪嗔吃 比如說殺生 那你有相遜 你這個相遜心 相遜的貪心 相遜的嗔恨心 相遜的殺生 你今天殺牛 明天殺羊 後天殺狗 後來後天殺豬 都是殺 然後殺蚊子 殺蒼蝉 然後都是殺 那麼這些殺 就不斷不斷 他的果報是一樣的 都是殺生 你就是多命多病 那麼直接的果報是殺熱道 然後從殺熱道出來 就是多命多病 因為殺熱道本身就是多命多病 所以他就相遜 相遜就會成熟 相遜的心 相遜的業 那怎麼樣不相遜 第一個懺悔 懺 懺就是什麼 認錯心就不下去了 悔 改過 就不再造了嗎 不再造嗎 悔不再造嗎 就是我不再做了 那他就他就不容易成熟啊 所以懺悔的目的是這樣子 懺悔就是認錯心不相遜的嘛 哪一種 那一種造業的心不再有 知道錯了 認錯了 那 改過 就不再造這個業 那這樣就是讓這個心 那這個業不相遜 他就不會成熟 半生不熟 那這樣即使過去有造過的業 他不容易成熟 所以懺悔最重要的 不是 因為我們到部分人懺悔都怎麼懺 戴懺 或是面八十八國 或是 就是你也不知道你犯什麼錯 你也 你就是從 殺戮殺無殺 然後一直念 念到所有的罪都念一遍 可是 這個是 因為很多人罪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給大家念的 那 可是你要看你是犯什麼罪 你要 你要認那個錯 你都 你念完了 你還不覺得你錯在哪裡 那 你這個懺悔就意義不搭了 你已經念完了 八十八國都拜完了 大杯唱拜完了 兩環堡唱拜完了 那三杯水唱拜完了 你還不知道你錯在哪裡 那 第一個 因為無知而犯罪 你只放了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錯在哪裡 你根本就不認錯 那你要 你要怎麼猜 你要猜什麼 你這個心 你有辦法不相處 還是相處啊 一樣 一樣那個心 都不都在成熟啊 所以唱我最重要的就是 要知道 我哪裡做錯的 要想我哪裡做錯的 那針對那個做錯的那件事 那麼 我感到 我感到什麼 感到不安 感到難過 我認錯了 我不應該這樣做 我不應該這樣說 我不應該這樣想 那麼 這個心才能斷相續啊 那麼 這個認錯之後 因為你已經知道 我這樣做錯的 我不應該這樣想 我不應該這樣說 我不應該這樣做 進階再來的時候 你就盡量避免 不要這樣想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做 你才有容易 要先認錯 才容易改過 你都不曉得錯在哪裡 你要怎麼改 沒辦法啊 很簡單 你想想這個道理喔 所以 懺悔一定 你不一定要拜到 痛哭流定 不一定要拜到 拜一定要拜到 地上一個洞 頭破一個皮 都不用這樣 你只要真心 認錯 然後實在改過 那麼你的懺悔就有力了 如果沒有 拜到痛哭流定 你就不曉得在哭什麼的 只是因為我受苦 而是 而是 你要知道錯在哪裡 就好像 你是吃這個拉肚子的 你一直拜餐 而是你不曉得 你就不要喝這個水就好 就不會了 這個水就是有大產感性 它不會生 你只要不喝 它就不會有 那你現在一直喝一直喝 沒有意義 一直吃喝一直喝 它並不會好 所以它重點 你讓它不成熟 就是心不相信 夜不相信 那它就不會怎麼樣 它不再造業 那麼它就怎麼樣 它要業要成熟 成熟就會受爆 受爆 受爆 一般就是苦 苦 你就會受苦 因為你造惡業 那你會受苦 這個苦要看你是什麼業 殺生你就短命多病 厚大了你就貧窮卑 邪淫你就眷屬鬥亂 那類似像這些 那麼這些都是由你的煩惱造作 所以你要唸比如說 往昔所照諸佑 皆由無死探生之 你要想想是因為嘆 是因為撐 是因為吃 你不要念過就算了 不是啊 它是告訴你 因為每一個人 因為貪 因為撐 因為吃不一樣 它是給所有的人拜的嘛 所以每一個人念的時候 就好像自助餐 那麼多 那誰給個人 挑個人的菜嘛 喜歡吃的嘛 那它是要給所有人念說 貪 撐生之 你要想一想 我是因為貪心 是因為撐心 因為吃心 然後 往昔所照作業 皆由無死探生之 那麼你要先 你要先參 你現在知道的 那過去不知道的 我們根本也不知道 那你要先認出佛陀自戒 送戒要唱我也是這樣啊 某某人 我 我在什麼時候 做了些什麼不該做的事 然後你才知道要在哪裡趕 怎麼趕 才有這種問題 那我們現在大部分也能唱的 沒有抓到重點 就跟著念嘛 往昔所照之外 越皆由無死探生之 重生於一切 一切最善心唱回 然後就這樣辦 天天這樣辦 然後八十八頭 念頭 然後 然後 念完了 我醉就沒有了 不是這樣啊 唱回不是這樣慘的 你以為念了每一句 我就滅了一點 就滅了一點醉 你就醉就念完了 沒有 不是這樣 滅醉 滅醉重在你 你只會醉從心情向心慘 你是起什麼心造這個醉 你就要醉入那個心 心若滅食醉 你不再有這個心 不再有這個心 就不再去造那個醉 那個醉即使是有 他也不容易受罷 如果他是很重的業 他決定限世罷 很重的業就會限世罷 那麼他也會重罪輕受 那麼也會深受心不受 如果你有能力 有智慧夠的話 就深受心不受 智慧還不到 但是你也會重度輕鬆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不在上面 你真正倡為 所以才會講倡為是先進 心不再有煩惱 倡為則安略 其實我講這個才是真正的倡為 那我們後來都 我們後來的倡為都迷信在 你說我拜大悲倡 我現在關於菩薩倡為 關於菩薩就沒有我的罪 我拜蓮黃寶餐 我拜八十八佛 八十八佛會滅我無尊 諸我菩薩會滅我無尊 不是啊 你的罪不是諸我菩薩幫你滅的 是你自己干你的 這些惡業不成熟 那這個觀念你要說 說唱尾以後 如果要唱尾的時候 你不是念得過好嗎 是諸我菩薩借由五十三千吃 重生於一切我心皆唱尾 一切罪倡就唱尾 一切罪根就唱尾 一切罪根就唱尾 你就只注意念這個而已 第一遍 一切我心最唱尾 第二遍 一切罪倡就唱尾 第三遍罪根就唱尾 你根本沒有想到罪根是什麼 罪悦是誰 你現在要唱尾什麼 他要告訴你這些道理啊 那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你就唱尾念 然後你就醉就唱尾了 我告訴你沒有唱尾 你都沒有唱 唱就是你都沒有念錯 你都不曉得錯在哪裡 你要唱什麼 你不曉得錯在哪裡 你怎麼改過 你怎麼以後不再照 你還不是因為無知而犯罪 還不是因為無理而犯罪 還不是一樣 那你一直犯罪 他就會一直成熟啊 他就潤身啊 原理是這樣子的 這很多人其實不知道 諾佛造詞是說要拜唱 不曉得唱尾的原理是什麼 到底罪怎麼可以唱尾的 他都不知道 其實他就是這樣啊 業可以潤身嘛 就講這裡 發業潤身 所以你把這個煩惱斷掉了 你不會再有這個煩惱 不會再有這個心去造那個業 那如果你煩惱還沒斷掉 你克制讓自己不造業 那麼那個業也不容易成熟 你還是有煩惱喔 但是你不會造重大的業 那個那個那個業也不容易成熟 因為你的煩惱心不強 你已經知道了 要克制 你還是有煩惱 你還是有誠信心 你還是想殺他 但是你克制了知道這樣不好 這樣會讓我墮傷得到 你克制起來都是你還是有煩惱喔 但是你煩惱受到克制 他就不會一直增長 那麼你的業 你的業不再造 即使心還有 但是業不再造 相續的心沒那麼強 因為那已經是克制了 而且你還沒有辦法出煩惱 一開始是沒辦法出煩惱的 一開始哪有可能 不洗承認心就不洗承認心 不洗探心就不洗探心 沒有辦法 可是你已經克制了 你已經不再造 不再造相同的業 雖然還有意願還有煩惱 但是你不再造 那麼這樣 他即使要成熟也沒那麼快 也沒那麼快 那如果你一樣那個承認心 再造作同樣的業 而且這個會一次一次加強 第一次罵你 你罵他一句 第二次在罵你 你就罵他兩句 而且第三次在罵你 你就打他 第四次在這樣 你就要殺他 你看這個就是加重 煩惱為什麼 會加重 煩惱會加重 那麼惡業會加深 那這種 那如果你有克制 你就越來越淺 越來越淺 那個煩惱 因為你已經知道這樣不對 你只看到自己的煩惱 他的煩惱是他的煩惱 那麼你會克制自己的煩惱 那麼久而久之 你的心就越來越有力 你越來越能夠自主 自主就是我可以克制 讓我自己不起煩惱 起了煩惱 我不去造作惡業 你開始可以這個 這個你就是修行成功 一半 真的 這個才是真正你能夠自主 我可以決定 我不起煩惱 那如果沒有 你很容易因為別人你就起了 起了煩惱 你就克制不了自己 不由自主 那這個就是你做不了主 你沒有 你就是隨著煩惱 煩惱要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煩惱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那到最後因為煩惱受苦 你才在那邊 你才在那邊 哀悅悲傷 我們就是煩惱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 如果我們又要慘惟 你只要很簡單 舉個原則 你不用慘惟到 你不用拜三千拜 不用拜三萬拜 不用拜三百拜 你只要簡單 真正很虔誠的 你拜三拜 你就很厲害了 很虔誠 你知道我錯在這 我決定不再犯錯 那麼如果我還是會犯錯 我就要找出 我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這件事情上 我沒有辦法跨過 我到底在執著什麼 我問題在哪裡 我的力量不夠嗎 那我要增強我的力量 我的思維力不夠敏銳 我的思維力不夠精確 那麼我就要增強我的智慧 我再把它想清楚 再把它看清楚 為什麼這件事 一直讓我這麼痛苦 為什麼我會一直因為這個人 而起稱那些 為什麼我會一直因為這件事 而造作 像有些人 有些人 他賺了很多錢 他一樣喜歡去偷東西 他有那種 他不是欠那個東西 不是 他就是偷那個東西 有成就感 偷到了沒有人 沒有發現他有成就感 他就是沒有辦法 克制自己不去偷 有些人沒有辦法 那個就是什麼 你沒有好好想清楚 就是你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惡業 那他問題在哪裡 他缺乏了什麼 缺乏了什麼力量 那你把很多東西想清楚 你才有辦法 你才有辦法讓惡業 讓惡業不成熟 極樂世界為什麼沒有三個道 為什麼離開極樂世界 不會剁三個道 他在極樂世界那麼慘的時間 二六十中都念佛念法 念神 都是五根五立七絕之八千道 如果你在說某世界也這樣 你也保重不剁三個道 我告訴你 那你惡業不會成熟 你是不是說莫作重三奉請 自盡其益啊 不知嗎 你怎麼可能 就算你過去造很多惡業 你也不會成熟 其實就是這個道理而已啊 所以以後那個法會很多都會唱 我們這個北朝的佛教主 又特別喜歡拜餐 那以後去拜餐的時候 你就記經 拜餐裡面都有跟你講 照什麼月照什麼月 那他都是從最重的月寫 寫到最新的月 那你不要不是把它念一遍就好 你要想想 那裡面的這些所寫的這些 你放哪一條 那回來要好好想 針對那一條 就針對你放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真的 因為你知道這個是你的過失 那你要好好想 我為什麼犯這個過失 我要努力剋除 就是先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它是不對的 第二個我一定要想辦法讓我自己不再犯這個過失 我可以 那如果現在不可以 那我學習 就是要而已啊 如果就是這樣 我現在做不到 我學習怎麼可以做得到 我如果現在做得到 那我現在就要做到 那如果我現在做不到 我學習 努力學習 讓我自己以後可以做得到 而且我相信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我有心要做到 我就決定可以做得到 那學習 學習就是要有這種 要有這種破慮 要有這種意志 要有這種擔當 要有這種努力 我告訴你 你就可以越來越好 真的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有時候忽略了這種東西 那就是說 唱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唱 所以跟著大家拜 拜完了大家最後就消了 我告訴你 每個人照跟夜不一樣啊 你要從你的夜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病不一樣啊 不是大家去醫院 繞一天回來病就好了 沒有啊 你要找到你的醫生啊 醫生要開對藥 不是大家都是一天 逛一圈然後回來 逛一圈回來就好了 沒有 不是這樣子的 好 那現在在底下講 就面掉煩惱 那煩惱的根本是什麼 要從煩惱的根本 重點是煩惱 那煩惱的根本 是重點做個重點 所以這個就是剛才我們畫的那個 生死的真解 我見我安 解脫的根本 無我 離我見去我安 我就現在來講這個 他說說到煩惱的滅楚 當然也要從根本的煩惱去走走 因為苦的根本是煩惱 苦是因為夜來的 因為有夜才有苦 夜是因為煩惱來的 其實是這樣 所以說要滅煩惱不照願 你有煩惱也很難得不照願 那如果沒有煩惱當然就不照願 那如果有煩惱 克制自己讓自己不照願 那這個就是戒跟定 戒有煩惱可是克制自己讓自己不喜歡 定就是我有更好的 我不會去因為那個不好的照出無憂 因為他有更好的病 他有更好的這些殊勝 他不會去追求無憂那一種 而因為無憂照願 不會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會 能夠斷除煩惱 那我們在還沒有 我們在還有煩惱的階段 因為是聚夫煩夫 不管我們必須要持見 學習控制 讓我們自己不照願 這個是很重要 好 那如法大樹一樣 但專門拙之災焰 是不能達成入地的 這邊災一篇樹葉 那邊災一篇樹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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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遠 你永遠 永遠 沒有辦法 這邊弄一點煩惱 那邊弄一點煩惱 就好像這邊除了一點苦 那邊除了一點苦 永遠除過的苦 因為生死的根本在 生死的大樹在 那個樹葉掉下來好像一片一片的 一片的樹葉是一次一次的苦 永遠沒完沒了 沒完沒了的苦 那煩惱也是這樣 你這個煩惱永遠除不完 為什麼 煩惱的根本在你 煩惱的根本是什麼 我們讓你下來看 所以你專門拙之災焰 那如斷了樹根 那即使是暫時發葉 也終究會死去 如果你把樹根整個拔起來 樹根斷掉 樹根斷掉 有些樹還是會長葉子 為什麼 樹裡面還有水分 還有養分 它就靠那個養分長 可是長不久了 一定會死 樹根沒有新的吸收 不再吸收新的養分跟水分了 所以它已經 就好像正出果的 正出果的 它一定會解脫 因為它不再炸 它還是有肉葉 它不再炸肉葉 而且它的這個無肉葉不斷不斷的增長 它樹根已經拔起來了 它已經斷我劍了 不再因為我劍 不再因為我劍 我愛 造作這些葉 但是它還是有有肉的葉 所以它有可能七次 人天晚訪 它就決定解脫 樹根已經拔起來了 我劍的根本 我劍是根本的 它還有維持的我劍 它還有維持的我劍 但是這個根本我劍 生死根本的我劍 這個我們叫做分別我劍 這個根本我劍是那種 就是比較維持的我劍 分別我劍就是生死根本 生死根本的分別我劍已經斷掉了 所以它一定一定以後會把這個根本我劍 就是這個這個最後的這個 最維持的這個我劍斷掉 一定會 因為樹根已經拔起來 這個樹再給它潤葉 再給它枝葉長出來 也長不了多久 所以暫時發葉也終究會死去 說到煩惱的根本 當然是愚痴無明 無明主要是你與無我的無明 所以我們講無明是什麼 不知無於無我 不知道無我就是無明 就是無自然 還有染著於境界的貪愛 所以剛剛我們講的 無明跟貪愛是生死的根本 緣起裡面最重要的就是無明跟貪愛 那麼一個是佔於智的 一個是佔於喜的 那麼就是你理解上 你不知道無明無我 因為不知道無明無我 你就不斷的去到座追求 以我見 那麼有我愛 從修學佛法來說 應該先通達無我 得到無我真正的氣證 然後從日常行為中不斷的消除染啊 你看這個就是壯點喔 所以說學佛 學佛的第一個目標是什麼 通達無我 那這個我們很多佛教徒沒有喔 我們現在的佛教徒最主要的就是什麼 往生 當然往生 往生是為了要通達無我 這無身法愛 那很多人甚至沒有這個觀念 沒有這個觀念 學佛的根本 核心在於通達無我 那菩薩道也是這樣 解脫道也是這樣 解脫道就是要出國正無我 凡聖的差別 凡聖的差別在於 你知道 你有沒有正的無我 你沒有正的無我 你就是凡目 你正的無我 你就是聖誠 正的無我 你就一定是解脫的 一定會解脫 一定會解脫 那菩薩呢 菩薩其實也是這樣 菩薩二道無菩提 剛開始是什麼道 波羅道 波羅道就是什麼 你要有智慧 有什麼智慧 有正的無我的智慧 那麼這個時候 你才是真實菩薩 發生聖意的菩提心 你這個菩提心才是真實的 聖意的菩提心 要不然是世俗菩提心而已 所以你必須要正的無我 一切賢慧皆違違法有差別 那若菩薩正德無我法者 如何來說明正是菩薩 這個其實是 都是以正德無我為開始的 叫做正無聲法人 所以我們結果應該是什麼 應該先通達無我 那怎麼正無我 當然就是關五一無我 六處無我 緣起無我 從這裡 那還沒正得無我之前 那麼當然還有很多 要戒要定 要這些才有辦法正得無我 要不斷的文師修 不然你怎麼知道五一無我 怎麼關 那有一些障礙你沒有辦法關 所以你必須要先有一些滋養 氣是這樣的 那麼得到無我真摯的氣正 就是要正入無我 然後不斷的消除難安 就是慢慢去除我愛我所愛 但到圓滿時 這個都是解除的 就是等到你圓滿 就正阿羅安的時候 我見跟我愛都是去除的 那麼一開始得我見 因為像佛陀時代很多 很多在教訓室是正出國的 那正出國之後 他一樣還有貪僧師喔 出國還有貪僧師 他只是知道已經斷身陷而已 他在斷三節 身陷界定幾乎 對佛法的因果道理他 深信 對四弟的道理深信 可惜那道 他知道 那麼他不會再造作重大的惡劣 但是他還有貪僧師喔 但是這個癡並不是癡 這個癡並不是一般的 一般凡夫的這種魚癡 不是 魚癡無文保護的那種魚癡 不是 但是他一樣還有一些道理不明白 可是他這個時候就知道 就是這裡講的 那麼日常生活裡面不斷的消除難安 魚生法人菩薩也是這樣 正出國的趨勢 或是法師也是這樣 那不斷不斷去除 你對於禁界的執著 禁界就是我所 或是對我的執著 身心的執著 或對我所擁有一些東西的執著 那所以要叫你少一執著 就是你這個習慣不會一直相遜 不會養成你這種貪僧師的心增長 不會 不會讓你我見我愛再增長 不會 這個其實他說 所以他講要先通告無我 然後你了解到無我 你開始在日常行為裡面 你不會 你不會不斷的消除這些難安安 為什麼要讓你少一執著 因為這個都是增長我愛我所愛的 增長我愛我所愛的 那不過 那麼就是 你這樣不斷不斷告圓滿的時候 我見跟我愛都通通去除 無名跟貪愛通通不用 因為無名就會起貪案 貪案一定來是無名 一定是這樣 那經中時常說 離貪欲者心解脫 那心解脫 貪欲就是貪案 其實就是我愛 名無名者會解脫 這個就是我見 所以心解脫 會解脫 其實就是解脫叫什麼 我見我愛 其實是這樣 所以現在說解脫於吃愛 那麼吃就是愚痴 愚痴就是什麼 不知道如我 就是我見 愛就是貪愛 對於禁見的這些貪愛 對於身心的貪愛這些 那麼無論是知見 無論是行為 知見上就是這個疑痴 行為上就是貪愛 對於禁見的直取 都不再受煩惱的欺負 而是把煩惱撤的去除了 好 那這裡講到 剛才我們畫的那個圖 一樣的 就是我見 跟我愛 那我愛 基本上 他從六處更乘四 六更對六乘 六指四分別 然後經過這個無名的加持 就是無名相依 然後就開始生意直取 就是喜愛 讚嘆 懶濁 直取懶濁 就開始了這樣的 所以佛陀講無印無我 無印無我 你觀著子息 就能夠去我見 所以講六處無我 就能夠去我愛 因為你煩惱都是從禁見裡面引發來 那這樣你就能夠去除我見法案 那你要記得就是 我愛 我見 是生死的真諧 解脫的關鍵 所以平常我們學習佛法 第一個當然 從見定為基礎 但是你常常坐下來的時候 你要觀察 你要觀察你自己的身心狀態 那麼在禁見裡面 你要常常觀察自己在哪些地方起執著 那麼你常常這樣觀 就助於你 有助於你去除我見和我愛 想要想一下 什麼是我 我是佛法你告訴我們 色受小行事 然後我們在哪裡生起這個我愛 在眼耳鼻射身對色身上會出的傷 那麼你在這個地方留意 那麼你就能夠 就能夠漸漸漸漸漸漸 一個向前 這個氣勢很重要的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到先講到這裡 大家可以長得相 願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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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及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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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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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成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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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